四位法國新的餐廳 是我其中一個嗜好 幸好不少朋友 甚至記者或公關同事都很疼愛我 一發現有精彩的地方 都會第一時間通知我 還有約我去試吃 今天這間 就是我近期去過最有趣 最精彩的其中之一間 看我站在這裡, 一點也不像餐廳 有點像英式的裁縫點 是不是有特務的感覺 一看就知道, 內有乾坤 貴賓來到, 為何沒人招呼? 沒理由 其實這裡是一間酒吧餐廳 他想跟客人開個小小的玩笑 要按這個秘密開門鍵 這裡的大門才為你而開 秘密大門打開之後 就會看到非常有歐綠色彩的裝潢 深藍色的主調, 襯托木地板 混石桌和充滿格調的餐椅 好像法式的小酒館一樣 整個氣氛都非常優雅 而且餐廳裡面 更分為男士和女士的空間 屬女這邊掛滿了很有型的人像畫 藝術感比較重 適合閨密聊天 而男士那邊就以舒直和簡約的擺設 來凸顯新史風 很適合一邊摸著酒杯底 一邊談笑風生 我第一次來到這間餐廳的時候 打算跟朋友在吃飯前聊天 可以進來看見裝潢這麼漂亮 擺設和所有東西都很高貴 但又不失輕鬆的感覺 打算聊天, 喝東西 但又被他們的食物吸引 忍不住吃了很多 令到晚飯吃不下 因為主廚曾經在米芝蓮餐廳任職 所以他們對食物的要求也很高 做出來的產品更靠得住 來吧 師傅,你好 你好,專領 我想知道今天你為我準備了 甚麼菜式給我 我準備了法國的布列斯雞給你試試 跟我們平時吃的中國雞 有甚麼分別 這雞有來自法國東部的雞 中國人稱為走地雞 到四至五個月中間 就會用來食用 因為它的重量會達到1.3公斤 它的肉質會很彈牙 而且很有雞味 這次的做法是怎樣做的 就是用蔬菜和蒜頭和香草 進烤爐焗 想要有原汁原味 如果是,我應該… 先享受你的頭盤 我們有番茄沙律 用意大利的雜式番茄 加上油草汁和陳年的黑草 然後這個就是雞胸 我們叫做雞胸 然後跟著雞胸 這是夜捲忌廉湯 也是法國的,夜捲 加了少許豆蔻 和檸檬皮 豆蔻?很少會加入湯 因為我們發覺 跟菌也挺合適的 你可以試試 很濃烈 菇的味道 沒錯… 很濃烈 而且很滑 因為我們用了冬菇 冬菇是中國的? 對,白菌、靈芝菇等 這個雞要烤多久? 大約30分鐘左右 看看它的大小 這隻大小就30分鐘左右 我看到它的肉汁流出來了 而且很汁 因為我們想保持質素 每天有三份的菇士雞 訂位前一定要說 我一定要吃這個雞 對,沒錯 為什麼你想到這個配搭呢? 因為粗糙和雞是絕配 很實,但是很彈牙 還有口有口感 沒錯 還有咬了幾口 雞味還更出色 你試一下胸,看看是否真的那麼軟 比我平時吃的雞胸 真的嫩滑很多 而且水分很重 沒錯,肉汁很豐富 配上雞汁,濃上加濃 很香 看到這粒是背部的雞蠔 有些胸部都會刮出來 所以一定不會浪費 不會浪費 那骨頭用來做甚麼 骨頭用來做醬汁 就是剛才這個醬汁用的雞骨 沒錯 前面有我最喜歡吃的食物 因為我很喜歡吃串燒 送酒的小食 對,沒錯 為何你會想到 又有這類型的食物 這裡除了是法式的餐廳 也有少許日本的串燒元素 雞肉沒有骨頭 就只要把法國鵝放進去燒 這裡有新鮮的鱔 另外有個豐牙利的暖戶柱 豬籃包著的露筍 那這個… 用本地新鮮魷魚 然後慢煮至12小時 令它更滑 對 那就不會硬了? 不會硬了,沒錯 就是再炸? 對,然後再喝點啤酒漿去炸 如果有些…可能覺得… 你聽到嗎?還是很脆 吃到酸,就可以加上青檸汁 好,我想嘗嘗再邪惡 這就是鵝肝雞翼嗎 對,沒錯 因為喝酒通常是酸的 就會變得平衡 那就可以平衡油膩的感覺 對 而且感覺好像沒那麼兇氣 這個雞翼很好吃 沒那麼邪惡… 謝謝你 謝謝… 在餐廳的另一邊 原來有一個開放式的芝士巴 擺放了一些 來自不同產地的高級手工芝士 由清淡又滑 口感至味道濃郁的硬芝士 都日應俱全 而且餐廳還會因應產量 而定期更新新的芝士口味 無論你是否是芝士迷 保證每次都有新鮮感 你好,Carol 你好,Yen 我平時去餐廳 很少看到有個芝士巴 可否跟你介紹一下有甚麼芝士 先吃這個,叫Bria Sabahan 是雞翼乳酪芝士 像芝士泡泡一樣 即是很滑,很軟 對 這個,Bria Sabahan 是一種高芝士 即釀奶芝士 比較清新的 味道會否比較強 有一點素味,但沒那麼厲害 第三個是Crom Tay芝士 這個很少聽 其實Crom Tay是一種很流行的芝士 不過那種是1至2年 這個是3至4年 很少的,只有180個 每年會做的 有甚麼特別呢 味道很甜蜜 比較年輕的,比較果然 剛才你說4至5年 這個在市場上真的很搶手 在市場上很少的地方可以吃得到 很少的地方可以吃得到 很少的地方 然後又叫Colombia Firmier 有甚麼特別呢 它裡面就像是酒煮程式 只有一種奶 裡面會很強烈的味道 最後一個叫Mimoland 這個芝士比較鮮 芝士,全部都是從法國來的 是否應該先吃淡味 之前慢慢開始吃 應該先吃淡味 那我現在應該先試煎雞 先試這個 這個是Briya Sama 它的奶味很香 然後它的質感好像雪糕一樣 好像雪糕 而且芝士很滑、滑滑 還有奶味很濃 下一個應該試哪一個 試試這個Mimoland 好 這個比較鮮 它更加濃,不僅有奶味 在做這個,即是Affronage的過程 會放一個很大的石頭 在上面拌勻,還有一點水 更加鹹香味,比較重 對… 而且我覺得有點像中國人的鹹蛋 鹹蛋的味道,對… 一間酒吧,最重要的是甚麼 酒、環境、氣氛還是食物 以上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固然都重要 但有一件事最關鍵的 就是音樂 令人陶醉的音樂 再加上美麗的音響效果 就算沒有朋友陪我來 我也可以一個人在此得其樂 而且可以酒不醉人,人自醉 五、六、六、五、六、六、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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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